台湾在4月2号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公安意外 一辆台铁泰鲁格408车次的火车 在花莲清水隧道发生出轨事故 当时正值台湾清明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许多人为了返乡祭祖或者是春游踏青 踏上了这辆死亡列车 致大侧罩 阵纸 随所里着 我好频道 saben 来 来 说 根据华联县政府的资料 截至4月7号上午为止 事故总共造成50人死亡 202人受伤 这是台铁史上死伤最多的一起事故 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 以及责任的归属 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当中 这起重大的交通公安意外 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 在第一时间 有多国元首和政要 以发声明的形式 或者是用简讯电话 推文或脸书发文 来表达对台湾的慰问 不少国际上的重要人士 包含了教宗方济各 达赖喇嘛 也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致函给总统蔡英文 表达了关切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透过了央视新闻的微博 发表声明 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 以及受伤同胞 表示诚挚的慰问 这起重大的火车出轨意外 疑似是遭受到了 在边坡上滑落的工程车 杂重所致 9点28分47秒 我们的泰鲁阁就停革了 这个是令人煽不痛的一刻 454647停革了 但就这边都是警任的 等于说他用手动群煞车 去处理现在泰鲁阁 他在往前走的状态 你让我往前走 你让我往前走 另外各位可以去看 125就出车和隧道 用125 允许的速度是130 所以我们的列车 都按规定的在行驶 这是代表才刚开始煞车 PTP开始产生错误讯号 那代表什么 有一些系统坏掉了 它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 那代表它前面已经开始 成的刹车了 所以这个不是刹车的开始点 所以千万各位 不要去把它解释 我们的时间也去刹车 只有284到17 No before that 驾驶这辆火车的司机 袁淳修今年33岁 在他的召魂仪式上 他的姐姐说了一段 令在场所有人都相当动容的话 袁姐姐表示 弟弟是很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要他把所有的乘客 都呼唤带回来 袁淳修跟所有台铁火车司机人员 都有着共同的信念 就是要平安地把旅客 送到他们要去的目的地 如今这趟旅程 不得不在此处压然奏指 只希望不幸罹难的王者 在家人阴阴期盼之下 都能够回家 而袁姐姐的呼唤 也正是跟袁淳修说 任务结束了 是时候回家了 你让他走 你让他走 然间 十九 十八 一路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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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无法轻率地 要生者放下悲伤 但期许每一位 身心灵受到伤害的人 都能够早日 从伤痛当中复原 感谢全球各界 给予台湾的关心与慰问 让我们一起 为逝者哀悼 为生者祈福